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到那个荷叶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出没 它叫小PT 在浴暑的时候有个非常神奇的点 他们会乘坐爸爸妈妈的移动餐厅 就是爸爸妈妈驮着他们一起去吃东西 是的 是的 背着它 你看一个小家伙背着另外一个小家伙一起吃吧 小PT家族有一个口号 说我们要占领成都每一个池塘 占领成都每一个池塘 不过现在穿大的小池塘已经被占领了 前方灰两鸟出没 是吧老师 那是灰两鸟 是吧 两只 对 两鸟这类的鸟上有一个特点 就是特别选集群 它喜欢成大群的活动 但是繁殖季节一般只能看到一对 你们就是成一家 但是在其他秋冬的时候 现在就是它的繁殖季节 对对对 秋冬的时候月冬的时候 它就可能是一群一群的 穿大真的是个乖鸟的好地方 我们走几路就能看到很多鸟 是的 旁边站了一个乌冬 乌冬正在那个荷花丘营 它马上要用头着地了 它旁边看到旁边有的 它有点谨慎 那后面有一只 有一只吗 嗯 你看在左边 左边 那是小麻雀吧 是的 果然没考住你很厉害 这点小知识我还是知道的 穿大其实在我们观鸟圈 最堵车的所在是 因为它在春季和秋季的天气季节 有很多小型的雀群木的小鸟 会在这里路过 明显可能有时候会停歇几天 所以这个是我们观鸟圈 特别喜欢到穿大来的原因 老师我现在已经有经验了 嗯 就是来到一个地方 你要看鸟的话 看天上嘛 嗯 看树上 对 还得注意看灌木丛里面 是的 因为小鸟是无处不在的 是的 而灌木丛也是很多小鸟 齐居的地方 是的 我是不是说得很对 对 你已经出事了 OK 所以我现在看着灌木丛啊 嗯 有发现吗 目前还没有 你没看到 你再看 还真有啊 你再看 难道没看到灌木丛在动吗 可以去往里看一眼 我还以为是风在吹着在动呢 然后它里面有一些小鸟 大概十二三厘米左右 你看在跳动 它头的两侧 还有它脖子紧直的块 其实有点灰的 是灰灰的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鸦雀 叫灰猴鸦雀 你看地上 地上这个小鸟 你肯定没见过的 我没见过 对 还有我没见过呢 你没见过的 躲着去了 你不认识它 我知道 你不认识它 我听 我 什么蜂鹰吗 你看看 金筐蜂鹰 我们今天的意外之喜 对 你应该是没看过它 金筐蜂鹰 我知道它有什么金筐 这个小鸟的眼睛周围是金色 其实还会有一类鸟 在小树上 比较斑鸡 捉木鸟 别看它小 但它经常会去敲那些木头 会敲竹子 并且有时候 你在竹林里面 这时候也会听到它敲 然后你当时的声音 就会特别的震撼你 有时候你听得很大很大的 撞进木头声音 但是在繁殖世界 它捉木鸟的话 也会去捉一个洞 来自己筑巢 它平时捉木头 是为了吃里面的虫子 但是我真的 我要发出一个疑问了 它怎么捉之前 知道这个地方有虫子呢 这个就是我们大展奇妙之初 这些鸟类 可以通过它各种的能力 比如说通过视觉或者听觉 虫子其实在里面 也是有动静的 或者是它看到一些痕迹 然后鸟就可以寻生而去 或者看到痕迹过去 像这种大树 除了鹿类会栖息之外 还有一些 非常有趣的鸟会栖息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们穿大 就有一种叫 扳头修留的猫头鹰 和其他猫头鹰呢 有一点点小的区别 它属于白天也可以活动的 不知道穿大的同学们 你们白天有没有看到过 猫头鹰站在树上 身体遍不得也很稳 头顶看到有点斑斑的 那种感觉叫扳头修留嘛 一些照片 它全是一个面条一样 有可能就是拍摄的人 对它的一切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倡议大家 要友好的 不要去驱赶别人猫头鹰 好 羡慕川大同学们 我觉得走在这里 都有一种追忆 往昔青春的感觉 一直在观鸟 一直在青春 好爽 我真不赚 我就是 就对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